本集影片由基福通贊助提供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蘇 很多人在選擇投資商品的時候 喜歡把重點放在固定收益 尤其是基金 投一支商品 經常會有配息和不配息兩種選擇 很多下禮拜也常問我們 這兩種商品適合誰 應該要怎麼選 今天我們就來研究研究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觀察過基金的名稱 一定會常常看到一句話叫做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很多人一看到來自本金都會很擔心 感覺好像自己配息給自己 但沒有看到前面還有可能這兩個字 那代表不是一定的 其實早在2013年 我們的投信投過公會 就已經修改了相關的條文 規定基金公司必須揭露三樣東西 分別是單位配息 可分配進利益處以配息 以及本金處以配息 這些在基金公司的官網上面 一定查得到 我們就以派可星球這一檔基金為例好了 第一欄是每個月單位的配行金額 第二欄可分配進利益 代表股息、債息、利息等等這些收入 除以總配息所佔的百分比 像2019年1357這四個月都是100% 代表都沒有配到本金 而最後一來就是本金再配息的比例 紅字這幾個月都是有部分是來自本金 其中10月還高達30% 所以在買配息行金之前 一定要去了解過去配本金的狀況 但我們這裡先假設配息都不是來自本金好了 選擇月配息的商品 最大的優勢在於固定的現金流 但缺點是沒有辦法享受負利的效果 利息可能也要併入所得申報 如果要再重新投入又會多出交易成本 相反的要是選擇累積型的商品 這比較一勞容易 因為配息是直接反映在單位數的增長 將來賣出實現獲利的時候 國內基金的資本利益的收益還可以免稅 在大環境多投的時候 買金的單位可以跟著往上增值 但缺點是如果遇到空投 自動投入的那些單位進捷 也會跟著縮水就是了 不過我們會建議三種不同的選擇方法 如果你是剛開始投資的小資助 時間是你最大的優勢 其實不急著去領稍稍的月配息 也不會一不小心就把它亂花掉了 適合用累積型商品讓它無腦的自動投入 來加快成長的速度 但如果你是已經工作了四五年的小主管 資產累積已經達到50萬以上 這時候我們反而覺得可以轉換成年配息的商品 每年發自己一次獎金 假設5%好了 50萬算下來就是2萬5 看是要出國還是要換個手機都可以 用這個年配息來適度的激勵自己 繼續往理財的目標邁進 而如果是已經達到退休的族群 資產已經累積到500萬以上 未來可以靠時間增值的幅度已經相對比較少 那獲取穩定的現金流還是第一優先 所以就適合選擇月配型的商品 同樣以年配息5%左右的商品計算 平均每個月就大概有2萬多塊的固定退休收入 其實現在基金在不同配息級別之間轉換也很靈活 可以隨著每個階段的需求來主動調整配息的方式 如果你想了解有哪些商品適合自己 或是有哪些不同的級別 包含必別、前收、後收等等 我們會推薦基附通 因為它是全台灣最大的網路基金交易平台 在這裡可以買到超過3500支基金商品 可以說是商品和資料都相當齊全的地方 屬絕類的基附通對我來說 像是基金版的公開資訊觀測這樣 常常在這邊爬資料做功課 我就很常用它這個基金進階搜尋功能 因為真的非常的清楚 從境內、境外、類型、區域、平等、績效等等 對一般的基金小白來說 光是在這一頁就有很多知識可以學 像屬之前對這個風險平等 都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RR1還是RR5 哪一個風險最高 後來你知道我是怎麼記得嗎 怎麼記得 如果在家裡看到一個小牆 可能是一個RR 但如果是爬上101的最頂樓 我可能會 因為屬很怕高 所以RR5的風險最高 假設我們現在要找台股基金好了 只要選境內、股票、新台幣 底下就會自己挑好囉 而且還可以複選喔 好像在購物網站裡面買東西一樣 下面的結果除了基金的資料、基金的績效 我最愛用的是這個基金表現 它可以根據五大指標來排列 我自己最重視的是下普值和標準差 順便FQ一下好了 這個下普值的意思是 投資人每多承擔一分風險 可以換來的超額報酬 翻譯成白話的話就是CP值的概念 而標準差則代表靜值的波動程度 是自己跟自己比的喔 數字越小越穩定 透過這些指標的排序 很快就能參選出表現不錯的台股基金 要在三千多大裡面找到標的 也變得簡單很多了 更棒的是他們網站最近改版了 把很多常用的功能像優惠活動 申購基金、投資開獎等等 透過更圖像化和視覺化的方式 整合在一起 像它這個聰明選基金 就新增了四大功能 選擇單筆短期或是定期定額 它就會列出各家投信 投過目前對各個市場的看法 像美國、台灣或是亞洲等等 選擇好區域之後就可以進一步透過各種 詳細的數據和指標來挑選標的 而如果你選擇的是單筆長期 則是會有投信投過 根據適合長期持有的屬性 直接篩選建議適合的標的 最後這個基金泡泡圖 是數據了這次改版的一大亮點 因為它是直接用互動和圖像化的方式 來輔助投資人篩選基金 它可以直接在左邊切換比較的項目 像區域、績效、風險、效果值等等 它的圈圈大小要代表基金的規模 功能做得非常詳細又簡單直覺 這個就很適合像屬這種 喜歡自己深入分析研究的投資人 不只是網站強大 基督通的交易費用也很優惠 除了最基本的零轉換作業費 零信託管理費之外 還有股票型基金1.99到2.99折的 超低手續費優惠 現在還推出一個皆大歡喜的年度活動 單筆申購配息型、債券型、平衡型基金 全年都不收手續費 同樣100萬申購單筆境外基金 如果申購手續費用3%以5折來計算好了 再加上信託保管費 一年下來可以比銀行通路多省1萬7千多塊 另外為了慶祝這次的改版 即日起到7月底之前 開戶還會贈送定期地額前12次 控款0元申購手續費Coupon一張 詳細資訊可以參考一下基督通的官網 書人推薦大家可以到這個新版的基督通網站 做網課裡面有很多免費又佛新的資料 不管你預計的投資金額有多少 都可以上去了解市場的動態增加知識 挖得到就是你的 以上就是這一集關於基金配息與累積的分享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升工錢應享樂公開說明書 蔡美香店我們下次見 掰掰